这个也是三刻的 我们越过 最近压力大 火气太大了 讲话控制不住 以前的救人的脾气性格就出来 人品就暴露出来了 人品不好 人品如果是谦逊温和的人 环境再压力 虽然有些躁 但是他也会保持谦逊 生命不成熟 压力大的时候就容易暴露出血气 躁啊 讲话就不躁就人 没有爱心 不温柔 然后我看这个问题 今天教会常经常导致神百分百 这个上解课我已经答了 虽然答了 可能这位同学 作业可能之前写的没教 或者说上课没听清楚 那我再答一遍 而且上次答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个漏洞 关于责任和主权是两回事 责任 人有责任的 上帝已经释放我脱离罪的奴仆 死亡 全是 我已经得到自由了 就我这个人格和意志 我已经得释放了 但释放不是站在空框的 这个框野里面 像车是挂在空档上 不是 我被释放出来 做上帝的仆人 我不是自由人 我是上帝的仆人 被买收出来了 从别的奴隶主买来了 如果用比喻的话 但是我不是自由的 我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了 但是不是释放成为自由放荡的人 我是得了脱离了某种挟制 得自由了 但是这个自由呢 是又做了上帝的仆人 被圣灵管制 被真理约束 做上帝的儿女 顺命的儿女 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自由呢 就不是那种 我们认为的无拘无束的 哇 我可以自主了 不是那种概念 是从某种挟制 罪恶的本性 撒旦的权势 审判 咒主下释放出来 我得自由了 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脱离死亡的权势 脱离了 这个撒旦的捆绑 那我获得了自由 但是 不要做那种放纵情欲的人 要做基督的仆人 顺从圣灵 被真理约束 做爱的奴隶 甘心乐意 侍奉主 人被造的时候 也不是那种中立的 无拘无束的自由 他被造的时候 他就应该作为 被造的 神的形象 去侍奉神 所以他没有那种 我们想象的那种自由 中立的 谁也不干预 我自己想做啥 就做啥 那种自由 那这里面填到了 百分之百 主权的问题 就不一样了 神的主权 和人的责任的时候 这个就是 表面上 是谈到 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任何时候 错就是我们的错 你不能说 神使我错 我们自己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无论是信的时候 不信的时候 都一样 我为我自己的罪负责 我犯了罪 我不能说怪撒旦 我犯了罪 不能怪什么 原生家庭 我犯了罪 不能怪什么 当时的处境 我犯了罪 不能怪上帝的 护理和主权 上帝如果拦住我 我亚当就不会吃了 上帝如果不 让我跌倒 我就不会了 这个都是思想混乱 乱讲话 你犯的罪 是由你自己负责 因为你自己决定 你甘心乐意犯的罪 那上帝的主权呢 人这种小的意志 小的决定 小的判断 都在上帝的主权里面 没有一个事情 是越过神的主权的 没有一件事情 是在上帝的意外 当然这个上帝的旨意里面 有上帝喜悦的旨意 上帝筹定的 上帝在永恒当中 筹划的那个宏伟 无所不包的那个预指 那个计划 这个预指不是指预定论 那个预指 是神的永远的原指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旨意 包括了一切 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考虑到了 至于里面发生什么 神的干预 撒旦的作为 人甘心乐意度 划分这个方面 已经包括了一切 所以人永远不可能 在上帝的主权之外 这个脱离上帝主权 即便是我们犯罪 好像违背神 抗拒神 好像拒绝神的存在 拒绝神的同管 但是那种情况 也是上帝 润凭你随着顽梗的心 上帝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让报纸改变 肤色花纹 让黑人变成白人 从无到有的上帝 如果瞬间改变任何物理性质 他可以改变 让太阳从西边 地球反转都可以 只要他愿意 没有什么不可以 君王的心 在上帝的手中 英华的手中 如同笼沟里的水 随意转流 王尚且如此 更何况普通老百姓 所有的人类 只要他愿意 都可以改变 但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智慧 他的考虑 什么时候决定 不干预 什么的时候放任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奥秘 所以加尔文牧师 讲的就是这个 加尔文没有 为没有 人没有自由意志辩护 加尔文讲到的是 那些主张人 自己意志 可以自由决定什么 的这样的错误的时候 批评他们的错误 同时谈到 人没有他们所说的 那种自由意志 注意他们所说的 那种自由意志 所以加尔文说 谈到意志 自不自由的问题 不是我们能决定什么 和我做成了什么事情 结果我早晨穿了衣服 我选择 星巴克的咖啡 还是我选择 这个mix的混合咖啡 我早晨吃什么猪排 还是吃这个炸酱 蘸酱菜 不是这个概念 是指你做决定的意志 本身自不自由 因为你的意志 要受你的本性制约 你的本性是 受是不是受罪的玷污 所以你的意志 不是在真空里 是跟你的本性下落 本性已经败坏了 你做的决定 意志 意志不是独立做的 还有理性 悟性的判断 还有你的内在的倾向性 喜好 恨物 爱憎 都有关系 所以意志不是孤立的 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 真的自由吗 什么都不干预吗 不受任何影响吗 肯定不自由 因为首先人是罪人 所以那些不自由的人 虽然他们觉得自由 做任何事情 但是他做的时候 他乃是因为做罪的奴隶 虽然不是强迫做 是甘心了意做 所以罪在他身上 所以讲了必然性和自由性 讲到必然性和责任性 必然犯罪 是因为本性是堕落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 违背自己的本性 但是我却甘心的 自愿性 我必然会犯罪 但是我却不是被迫去犯罪 我一直不想犯罪 其实哪有这样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甘心乐意犯罪 没有说我不想贪心 我却贪了 我不想奸淫 我却奸淫了 我不想杀人 杀了 没有这样的人 都是甘心乐意的杀人 无论是冲动的 还是蓄谋的 欢喜快乐的去做 但是这种欢喜快乐 是符合他败坏的本性 小鸡在那刨爬 挑那个玻璃茶 碎石子 吃得很欢 猪在泥水里滚 猪在泥水里滚的时候 从来没有觉得受委屈 人口受辱墨 或者感觉到恶心要吐 午餐就没法进食了 不 很享受 罪人犯罪也是那样 没有任何的什么被迫感 甘心乐意的 所以这种意志是不自由的 加尔文谈到这个 所以一定要区分概念 读懂了 就不会这种混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